罗马灭亡历 众所周知,罗马帝国是世界上少有的长寿帝国 它活了1500年,跨越了我国从东汉到明朝的悠久历史 是神一样的存在 不过,这么大的帝国,据说西边被匈奴灭了 东边被中国突厥灭了 所以有人得出结论,罗马帝国被中国灭了 西罗马被匈奴所杀 但匈奴不一定是中国汉代的匈奴 先看事实,西罗马帝国是如何结束的 简单来说,就是匈奴和德国人轮番进攻的结果 公元370年,罗马帝国北部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帝国 匈奴人,被称为上帝之边的阿提拉是其领袖之一 匈奴人一建立 就以罗马帝国北部边境的日尔曼人为目标 先摧毁日尔曼人建立的东哥特王国 然后进攻日尔曼人建立的西哥特王国 西哥特王国被击败数十万军队和无数军民向南逃往罗马帝国 那时的罗马帝国已经衰落 被击败的西哥特军队在公元378年的阿德里安保战役中击败 并困住了罗马皇帝马伦斯 此后,匈奴人继续向罗马帝国北部发起进攻 迫使更多的日尔曼人南迁至罗马帝国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被迫解体 分裂魏东 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 公元435年至公元443年 上帝的鞭子 阿提拉率军 直接进攻罗马帝国 东罗马帝国战败 被迫在城下签订同盟 公元450年阿提拉进攻西罗马帝国 在沙龙的决战中战败 但西罗马帝国被洗劫一空 只剩下一具破壳 最终于公元476年被日尔曼人摧毁 从史实来看 虽然是日尔曼人直接灭亡了西罗马帝国 但匈奴消耗西罗马帝国的力量是基础和前提 因此匈奴人和德国人联手摧毁了西罗马 这个结论没有错 问题是 这里的匈人真的是中国汉朝被赶走的北匈奴吗 答案是 不一定 从时间上看 中国的北匈奴在先后被东汉鲜卑冰临击败后 于公元158年开始西瑜 此后无记载 公元212年后 匈人帝国出现 谁能说这个匈人帝国是不是北匈奴后裕建立的 此外 通过考古 我们发现北匈奴与匈人在文化上有很大的不同 主要体现在宗教仪式 风俗习惯 文学艺术等方面 要知道 文化是相对独立的 二百年内不可能改变 因此巨大的差异表明他们大概率不是同一族群 东罗马被突厥人走灭 但突厥人也并非中国唐朝时的突厥人 先看事实 公元1299年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小亚西亚崛起 此后 奥斯曼一世极其后裔继续征服西亚和欧洲的城市 开拓疆土 那个时候 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 东罗马帝国仍然统治着地中海东部 奥斯曼土耳其逐渐蚕食了东罗马帝国的版图 最终来到了被称为永不道成的东罗马帝国首都军事坦丁堡 公元1453年 临近21岁的奥斯曼国王穆罕默德 二世率领八万大军攻战军事坦丁堡 标志着延续 一千年的东罗马帝国走向终结 很多人说 砸毁东罗马帝国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其实就是中国唐朝时期被唐军打败的土耳其人 这支击败的突厥军队后来 逃亡小亚西亚建立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按照这种说法 土耳其人是中国人 那么摧毁东罗马帝国的就是中国人 然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真的是唐代突厥人建立的吗 根据章栏局主编的《世界通史上》 建立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主要生活在小亚西亚 及土耳其的阿纳托利亚半岛 中国唐代突厥人居住在蒙古高原和中亚地区 也就是说 从地上讲 还是有一些出入的 因为一个是中亚 一个是小亚西亚 在时间上 他们也相距神远 中国唐朝的突厥人在七世纪 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十三世纪 相差六个世纪 谁能确定奥斯曼土耳其人是中国唐代土耳其人的后裔 只是他们都说突厥语 而且住得很近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中国唐代突厥和奥斯曼突厥 是突厥家族的两个小分支 仅此而已 无意义的骄傲 我们不需要 中国在古代很强大 这是不争的事实 罗马帝国在古代非常强大 也是事实 但是很多人看不到强大的中国之外 还有一个强大的罗马帝国 于是想象着中国摧毁了罗马帝国的事实 从而获得了中国仍然是最强大的的自豪感 就是以上两件事发生的心理逻辑 然而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自豪感吗 显然不需要 原因如下 首先 即使你摧毁了罗马帝国 也证明不了你有多强大 无论是西罗马帝国还是东罗马帝国 都只是在长期的战乱和动乱中 在四面八方强敌包围的严酷形势下 日月断绝 长期磨损 在被轻轻推前被完全拖下 跌倒了 就算最后把他击到 也证明不了你有多强 我们已经看到真正摧毁西罗马帝国以及他们的西哥特王国的哥特人在历史上并没有多少威望 与罗马帝国相比 第一次世界大战崩溃 我们之所以强大 主要是屈胸吾 巨外敌 四面楚歌 而百姓更怀念的是文景之志 光武中心 真冠之志 开言盛世 因为只有这些 才能真正让人民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 这是人们想要和需要的 3 2 3 4 6 感谢观看